大家好,歡迎來到資安小教室 筆記型電腦有方便攜帶的特性讓你隨時隨地都能辦公 但也同時增加了筆電遺失時可能造成的資安風險 之前美國太空農署NASA就發生過 一名員工未加密的筆電遭洩 導致至少一萬筆的資料外洩 包括員工的個人資料以及NASA承包銷的資料都因此外洩了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要怎麼加密的硬碟 以防止筆電遺失之後資料外洩 另外也要跟大家介紹 如果真的不信筆電不見了要怎麼辦呢 如果你平常是使用筆電辦公 電腦裡儲存大量企業檔案的話 一定要記得筆電的帳號登入要設定密碼 而且不要設定太簡單的密碼 並且平時要做好磁碟加密工作來保護電腦裡的資料 首先如果你使用的是蘋果的Mac筆電 可以使用Mac裡面內建的Firewall功能 將Mac上的啟動磁碟加密 雖然平常你可以使用密碼 Touch ID來把Mac鎖起來 但對於硬碟裡面的資料還是沒有加密的喔 如果把硬碟拆解出來 還是有機會讓裡面的資料流出 透過Firewall就可以把硬碟裡面的資料通通加密 點選左上角蘋果圖像 再點選系統天號設定 然後按一下安全性與引擎 再點Firewall標籤頁 按一下以上鎖的鎖頭 然後出入管理者的名稱和密碼 接著開啟Firewall 選好以後電腦會邀請你重新開機 等重新開機完成並且登錄之後 電腦就會開始幫你把裡面的資料通通加密 這大概需要花費幾個小時 加密之後電腦裡面所有的資料 就必須依賴一個叫做Master Key的密碼來啟動存取權限 電腦會給你兩組密碼 一個是你自己設定的密碼 另一組則是電腦提供的還原密碼 這兩組密碼只要其中一組就能夠解開資料 如果你自己設定的密碼忘記了 就要靠還原密碼來解開鎖定 但如果你兩個密碼都忘記了呢 你就永遠打不開你的資料囉 如果你的筆電是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 可以使用BitLocker的加密功能 要特別注意的是 Windows只有專業版、企業版以及教育版 才有這樣的功能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般類在用版的Windows作業系統 那麼可以考慮安裝第三方提供的加密軟體 來達到保護的效果 或是使用裝置加密的功能 這個功能只有Windows 10可以使用喔 使用系統管理員的帳號登錄你的Windows 選取開始 然後選擇設定 再到裝置加密 如果裝置加密沒有出現在選單上 那就表示你的筆電無法使用這項功能喔 如果你使用的是專業版的Windows系統 可以開啟標準BitLocker加密 用系統管理員的帳號登入Windows裝置 點選開始 然後選擇Windows系統下方的控制台 在控制台中 點選系統安全性 然後選取BitLocker磁碟機加密 下方的管理BitLocker 選擇 開啟BitLocker 然後依照指示進行 就可以把磁碟加密喔 如果你使用的電腦是Linux作業系統 不同的Linux發行版 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如果你的筆電不是你吃了 而你又沒有做好磁碟加密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一定要先想辦法找到筆電 並且做好遠端清除資料的心理準備 如果你使用的是蘋果Mac筆電 記得平常就先開啟尋找我的Mac這個功能 點選蘋果 然後開啟系統編號設定 接著按下iCloud 輸入你的Apple ID 選擇尋找我的Mac 如果尋找我的Mac旁邊出現詳細資訊的按鈕 請按下按鈕 再按下打開安全信與隱私權 接著按下啟用定位服務 如果你在Mac遺失或是召妾之前 就已經設定好尋找我的Mac 找不到筆電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在地圖上尋找你的Mac 同時用這個功能遠端的鎖定或是清除你的Mac筆電資料喔 筆電不見之後 先找另外一台電腦 登入iCloud.com 或者用iPhone iPad iPad Touch 來下載搜尋我的iPhone這個App 前往iCloud.com放這個網站 輸入你的Apple ID帳號密碼後 就可以在地圖上看到你的Mac上一次連上網路的概率位置 你可以在Mac上播放聲音來幫助你找到筆電 鎖定功能 如果你無法找到Mac 可以使用密碼 把這台筆電鎖定 讓其他人無法使用 或是遠端清除Mac的完整內容 並使用密碼將其鎖定 讓其他人無法進行存取 要注意的是 清除Mac以後 就無法再使用尋找我的Mac這個功能囉 所以要建議您 真的確定筆電找不回來之後 再來使用清除的功能 如果你的Mac關機或是離線 雖然當下無法控制你的筆電 但是仍然可以使用尋找我的Mac功能 等你的Mac下一次連上線的時候 這個動作就會自然的生效 在找到Mac之後 可以使用密碼將其解鎖 大家注意的是必須使用你在設定 尋找我的Mac鎖定電腦時所建立的這幾密碼 而不是平常打開電腦時所使用的密碼喔 如果你不記得你設定的密碼 你可以在Mac或是PC上登入iCloud.com 從裝置的選單中選取你的Mac 再選取解鎖 按照步驟驗證你的身份之後 就會看到解鎖Mac所需要的密碼 如果你的筆電是使用Windows作業系統 你也可以使用尋找我的裝置 從遠端找到並且鎖定這個裝置 而且這台電腦必須有登入 Microsoft帳號連線到網際網路 並求充足的電力 才能夠傳送它的位置 你可以檢查一下你的筆電裡 是不是有這樣的功能 在你的筆電上登入你的Microsoft帳號 選擇開啟 然後點選設定 進入更新與安全性 再點選尋找我的裝置 如果尋找我的裝置選項無法使用 表示你使用的電腦是學校或是工作的帳號 而無法使用這項功能 當你找不到筆電的時候 一樣先找一台電腦 進入這個網站 你會看到一個以反白顯示位置的地圖 這可能不是您裝置目前的位置 因此請檢查上一次出現的時間戳記 在此同時 我們會自動開始執行新的搜尋 稍等一下就會出現新的裝置位置 找到筆電之後 就可以遠端鎖定你的筆電 你可以輸入鎖定畫面訊息 例如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然後再選取鎖定 無論如何 建議大家平時一定要在筆電設定密碼 並且做好磁碟加密的工作 筆電一不見 一定要立刻報警 避免資料洩漏之後損失更慘重喔 感謝大家收看資安小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